明天做一个广东菜 隔水蒸鸡 所以我今天一般今天晚上就先把它腌一下 这样的话能把盐味腌到里面去 第一步就是先把这个鸡肉 我还是先稍微冲洗一下 来剪干净的毛毛把它拔了 洗完以后把这个鸡拿这个厨房纸 水汽沾掉一些 腌主要就是拿盐腌 里外都可以多抹点盐 这个多抹点盐没关系 因为最终我都会蒸之前 我都会再拿那个水冲一遍 一遍按摩一遍 这边这么撒一下盐进去 抹上盐以后这个下面放几片姜 葱也放几根在下面 然后上面也放几根葱姜 让它保鲜模封起来 放到冰箱里隔夜冷藏 煎了一个晚上 现在准备蒸 蒸之前第一步要先把这个 冲一遍因为盐放了很多 不然太咸 冲完以后 还是拿这个纸把这个水沾掉一些 蒸的时候要找一个能够吹汤的碗 稍微深一点的碗 先在下面放一些姜 再放点葱 把这个鸡放里面 然后在上面刷点油 上面再放两片姜和葱花 把水烧开 把鸡放里面蒸半个小时 剩下做一个蘸汁 就是这个姜 先把皮刮了 用这个勺子就很方便 这样不会刮到水也没关系 现在再擦这个姜蓉 拿这个cheese grater 放到这碗里面 葱花也把它切成末了 尽量切得细一点 拖上热油 里面少加点盐 为极鲜酱油来一点 因为我一会还要加蒸鸡用的汁 所以现在稠一点没关系 OK蒸了半个小时 可以拿穿了 但是可以等它把火关了 等它放凉了再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